重新至上路 如果车辆没有依照规定 装载货物 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 罚环上线将从新台币9000元 提高到18000元 在买螺丝的大货车 突然紧急煞车 失控往左偏 车上好几桶螺丝 直接砸下来 造成停在路边的小客车 板筋凹陷 车窗破裂 路过74岁的富人 也被撵过送以死亡 我们这边车流量也很多 都是大车 都载很重的东西 警方发现货车驾驶违规超载 原本只能载15公顿的螺丝 居然载了22公顿 不光这一起 高雄市统计违规超载 超重超高等违规 就有570件 从10月1号开始 最新交通法规新至上路 加重开罚 这车很多 这都转载车在车 在车 这车子坐 车来车 车都会有的速度 还快 你知道吗 大车违规造成民众恐慌 现在有法可罚 最新法规公布 针对汽车超载超高 或是超宽等违规 致人重伤死亡 罚患上限将从过往的9000 大幅提高到18000元 提高汽车所有人 卫一规定装载 之罚患上限 由新台币9000元 提高至新台币18000元 修法加重汽车装载 货物煤照规定 罚还最高额度 提高到18000元 为了减少荷包失险 车主可得留意 按照规矩来 就能避免受罚 记者候国文林智慧 嘉义高雄综合报道